新中国一家子的特别报道 我们整个报道从上午的10点钟 开始进行两个小时 好 目前我们看到 在这个徒步方队进行的同时呢 另外一个这个空中梯队 那么也已经起飞了 这个校尾 是 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最新的那个 就是大陆第一次在国境中 出来这个预警机 一个是空警2000 一个是运巴平衡木 就是空警200 这两种飞机它的那个出现的意义 其实就代表大陆开始 已经首相资讯化了 资讯化作战了 因为空中资讯化作战 是现代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契机 那现在通过是那个大陆的 这个994主战车 是 不过他们现在只是 还在准备阶段 对 空中资它现起飞 起飞要先集结之后 然后要经过各个不同的 那个检查参考点 然后一路一路进来 994坦克方队 它这个是它现在大陆 最新的主战坦克 但它的这个价格也相当贵 其实它这个车 虽然说你可以看它的设计 是非常俄式风格 其实有点像 甚至于外形很像T7车 那个系列战车 但是它的那个设计 它其实已经摆脱了部分 以前俄罗斯的这种风格 它开始采用这种 西方的这种斜下的装甲 就是说它在装甲上 它其实跟俄罗斯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首要模仿的这个对象 已经来做有相当大的改变了 就是说你看现在的西方主战车 它大概其实反而是有能有脚的 那俄国战车 它以前大概都像T712以前 它都使用铸造炮塔 因为铸造炮塔很大问题 没有办法装现新的这种 好的这种装甲 来增加自己的防护力 那994战车 就是脱离了这个科救 然后其实也是跟西方买了一些 这种那个凯夫龙这种东西 装在它的复合装甲里 所以就是说它在卖的时候 其实西方人就已经知道 大陆在这个方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进步了 那第二个方队是 他们的这个96式的坦克 96式坦克其实是他们那个 目前为止数量最多的一批战车 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994 它虽然说很薪锐 但是它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它的价格非常的高 因为你知道现在那种武器 全世界大概都一样 不管是大陆或说是西方世界 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武器越来越贵 因为它设备越来越清凉 它的那个目标跟功能越来越多 相对的它价格也会提高 那96式来说呢 这种96式坦克 就是它过去的这种88式 那个85式那个战车 衍生过来的 那这种坦克它在造价上 它由于没有那么多 就是说它跟过去的那个战车比 就是说它还是 为什么能够那种大量生产 然后走那种人民战争这种方式 那现在你看到的是第三个方队 它是一个那个ZTD05 它是一个两栖突击炮车 这个两栖突击炮车 未来对我们台海作战中 其实是刚刚义乐兄讲 它那个它除了会用机枪之外 我个人觉得其实两栖 加上机枪一个立体的这个 立体的一个攻击 其实是现在世界这种进行 两栖登陆突击的时候 一个共同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当它得到了 那个绝对的海优跟空优以后 它要同时进行两栖跟空中的机枪 这样可以快速地占领重要据点 占领那个比如说像机场 等等可以建立它一个桥头堡 或者说是一个运捕中心 然后开始扩大战火 那接下来后面是它的一个 铝带那个战车的一个方队 就有它有很多的那种 像步兵战车啦 然后那个轮行车啦 等等这些的那个车辆 这些车辆其实主要还是 以路上的那个战斗为主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大陆它在过去 其实它最大的外患 其实在台湾来讲 不是它最大的问题 它过去来讲是前苏联 因为它跟前苏联的关系并不好 那等到前苏联解体 俄罗斯跟大陆的关系改善以后 那它的那个地面的部队的数量 其实也因此还是 那个在世界上来讲 算是举高不下 但是它除了就是说 针对台湾问题之外 它其实也必须要 任何一个国家 要有远见的国家 都要提防它周边 各个可能会面临的那种威胁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它车辆来说 它还是有相当多的这个 保持这种那个步兵战车 或是那个战甲车 那这个方队是 它们的轮行步兵战车 它们的那个轮行步兵战车 都有一个特点就是 上面除了有大口径的这个机炮 像30公里以上 它其实还会配备一个 那个反弹的飞弹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辆两边 会有两个那个AT-3的 那个反战车飞弹 那这种反战车飞弹 就是让它这个车辆本身 除了对人员具有攻击能力之外 它对于那个装甲的碉堡 或者说是敌方的那个装甲车辆 等等还有一定的这个反制的能力 好我们所看到的 在这个战车方队之后 紧接着还包括了 有炮车方队 还有飞弹方队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导弹方队等等 那么当然这次大陆也特别强调 在过去呢 大陆的这个展示的装备 很多是这个联合国牌 就是说来自这个世界各国 那么这次几乎都是全自制的 这又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继续回到中心新闻现场